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Monster Hunter World》的網上流傳DLC資訊 說明下季將會更新《秘境之孤島》 魔物中有君龍、信龍、雷浪龍、霞龍、水龍、蝉蟹、斬龍、電龍等等 還會加入一些亞種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官方還沒說話的時候 也沒有真實的動畫或圖片流出 可信性並不是太高 有些網站已經分析了 大家在小屋裡看到那張地圖 看到我們現在的地圖只有半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地圖還未開放 所以我相信產生了這麼多幻想 當然啦 地圖我相信會之後開放 但是是否真的叫做《秘境之孤島》呢 那就不知道啦 接下來也會說有恐暴龍的更新 我們的春季 其實我相信就差不多了 春季初就公開了 所以暫時已知的資訊只有恐暴龍打 但我相信遊戲會更新得很快 始終大家都知道 我們打的那二十多條龍已經開始打到厭禁了 基本上如果你說我這些中度玩家 玩到這個時候 遊戲已經推出了差不多整個月了 我已經覺得是打完所有龍 雖然還有東西玩 即是組裝等等 但也開始悶悶的 我相信會開始更新了 另外 另外 R9 和 R10 的道具還未開放 這也是為之後鋪路的 因為以往的《孟亨》 其實會有G 位置 最高難度是G 位置 不僅僅上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相信不僅是 R8 也有可能會有 R9 和 R10 但是什麼時候開放呢 這些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暫時我還是看官方為準 官方還未公佈 所以我覺得這些可信性 也不算太高 它始終只給了一張圖 還要是遊戲中的圖 只不過是說遊戲其實還未完成 其實二十多條龍 沒可能就這樣完成 另外 舊作G 位置會有重海浴 和肉海浴 我們暫時最高好像是堅海浴 以及比較前的 用來升防具的浴 這方面我覺得 應該都會在G 位置出 或者可能會在一些活動上推出 這方面不知道 還是等待日後官方公佈才知道 好 雖然知道消息是假的 不過看電影也看全套 對嗎 人家這麼有心思地推出 OK 我們看看秋季的更新 極限之地 會有更新的魔物老夫 冰牙龍我自己挺喜歡的 接著是雪獅子 普湖龍 碎龍 金獅子 金獅子我都不差 我很想回答 巨獸 黑蝕龍 看看冬季的更新 古龍台地 叫做絕望之襲來 嘩 你真是把名字改成 你真是不相信都不可以 很像 對 新增的魔物有黑龍 黃黑龍 霸龍 祖龍 崩龍 炎飛龍 藍龍 天迴龍 天迴龍 還有就是天迴龍 基本上這些資訊都已經看完了 我自己也找了少許資訊 就是上網搜尋 究竟我們最新的差不多 她說更新的叫做 《秘境之孤島》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自己看過 日本的網站也有些叫做 《絕境秘境之孤島》 名字一模一樣 我們可以看看《秘境之島》的真實面貌 嘩 真是 真是很像的 如果你說真的就這樣放出來 你信不信 以這個島來做藍圖 我自己就覺得 這次《流傳》的創作力算是不錯了 但給大部分巴打有無窮的期待 包括我自己也很期待 但這件事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希望她快一點更新 接下來有什麼最新的更新 我也會跟大家說說 這次想問問大家 究竟我們剛才出現的龍 又或者沒有出現過的龍 大家會期待哪一隻呢 我自己最期待的是雷狼龍 因為我以前打雷狼龍 也是非常喜歡她的套裝 大家會喜歡什麼龍 不妨在YouTube留言一下 我們今天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喜歡記得按LIKE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Elisee invece 在錄上 娃娃娃 throughout 有什麼你想會 請相討 飛驗 到一次 嗎 你 哪最近